这台虽然外观看起来是比较成就的 外观也没有什么出彩 甚至还是比较厚的 但是它的价格如今也是很亲民 也就在1000出头 上新视频我介绍了一款L在1000出头 那么这款Pro也是在1000出头 嘿大家好 这里是iGG 数码咨询布林街 就在前几天我推出了一系列的苹果笔记本参观行情 深受大家喜欢 那么大家都了解我了 对苹果笔记本的确有深度的了解 后台设计给我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 要我推荐给他 有没有性价比做设计的苹果笔记本 屏幕大小不限 你给我推荐几款 那么我想了一下 做设计的首先应该是Pro是不是 做设计的最起码也是2到3千 这个预算版 1000多的苹果笔记本 说实话我个人还是不太推荐了 因为即使你可以做视频 你做好了 然后把这个视频导出来的话 可能还是有影响速度的 现在四字媒体的时代 笔记本说实话是不能缺的 说到做设计的笔记本非苹果莫属 因为它有这么优秀的系统 MAC OS系统真的比微软系统强大很多 如果你拿来做设计 像这种系统 绝对是你的博尔自选 那么2到3千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型号笔记本 可以选择呢 摆在我后面这两条 这是一台15.4寸的 那么这是一台13.3寸的 它们相差的年份是4年 那么相差年份有4年 性价比你会怎么选 当然有优点有缺点 我们马上签画像头 这一款呢 对比这一款 它会插出什么好花 同样都是两千多的 这一台想当年上市都是两万七八的 这一台上市可能也达到了两万左右 这两台对比的话 有没有可比性呢 我们马上签画像头 Let's go 兄弟们摆在我桌面上 全部是MacBook Pro 今天重点讲解的就是推荐 做设计的入门的一些性价比的笔记本 首先我重点讲解的是 这一台跟这一台 你们仔细看到没有 这台是15.4寸的 而这台是13.3寸的 这台是2013款的 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这台的话是2017款的 那如果我们真正在选择 苹果笔记本的时候 你觉得13款对比这款17款 你个人认为17款的好 还是这款13款的好 它的年份相差了4年左右 如果你真正要追求新年的话 其实13款比这款17款更好 我不多说 我们用一个厌计跑分来跑分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我们看它的主要配置 兄弟们来看一下 这台是2017款的 也就是i5的 它这边没有连网 那我们连个网看一下它的17款 大家都能看得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置 2017款的 然后2.3双核 i5的 然后8G的运行流程一样的 再切换到这款是13款的 也是i7 i0是4核的 那这个地方4核 对比17款双核 肯定就有火花产生了 是不是 我们通过一组跑分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单核性能同样都是2.3 所以说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863单核的 888多核的性能 对比多核的性能 我们来看一下 现成啊 这是i198 这个是3293 基本上就可以比它高出三分之一的性能 那我们做设计的话 打开一些图形的大型软件的话 这个4核的绝对绝对比这台双核的更加有优势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笔记本的时候要选对的 而不是选贵的 包括这些分辨率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 这个其他的一些配置 这台的话是13.3吨 它的显示分辨率也是采用视法膜的两颗屏 i560x160 而这一台 15.4寸的 我们来看一下显示分辨率 采用的是i880x1880 显示效果也比13.3吨的更细腻 更清新 所以说呢 大家在选择苹果笔记本的时候 我是作为有良心的给大家推荐 15.4寸的13款对比13.3寸的17款更加有优势 说到这里 肯定很多人会说 这两款的行情参考介绍一下 这台呢 我们目前拿回来的话 也就是这有2000出头 看橙色 看外观 看配置 这台外观很不错 我们一般带回来是2400左右 包括一些充电制术 外观 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小差距的行情 当然这台的话 目前2017款13.3寸带回来的行情 一般也是在2850左右 外观也是在九层性的一个左右比较准 但是呢 这台机器更加比这台机器性能要强 第二个问题优点来了 我们向着来看一下 这台的话 按键 它采用的是机械的 就是普通式的按键 它的手感啊 跟19款的按键是一样的 161718 它的按键 都是扁平式的 19款它仍然回到了这种键盘 也就是说 121314款15款 它这种键盘 其实苹果公司到了最后的时候啊 19款到20m1系列 它都是采用这种键盘了 也就是说这种键盘 才是符合当下所有人的需求 而这种扁平的键盘 兄弟们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键盘真的真的非常的扁 啊 它以这个金属的外面 它就高出这么一丁点 那我们手指甲稍微长那么一点点的话 就会冲锋到这个金属 给我们的反馈真的没有这个一三款的更加有优势 说了这么多 肯定很多人还想着有没有更加有性价比的啊 这一台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台呢 虽然啊 外观看起来是比较成就的 外观呢 也没有什么出彩 甚至还是比较厚的 但是它的价格 如今也是很亲民啊 也就在1000出头 上期视频我介绍了一款L在1000出头 那么这款pro也是在1000出头 当然这一款我们带回来的行情是8G的 当然这一款是自己可以加硬盘跟内存条的 是4G加128G的话 可能目前只要1000左右 那我们把它升级到8G的运行路程 兄弟们看到没有 然后这台 固态硬盘升到了256 也就是说升级了硬盘跟内存目前1350左右 就可以搞定这一台 pro系列的一个笔记本 配置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配置是252012年的 然后8G的运行内存 它的跑分 我们来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毕竟吧 大家消费的要明明白白的 它的跑分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只有483跟1112 对比一期款 其实还是蛮有差距的 因为它这也是一台双核 它也是双核 那我们在放追剧的话 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 比如说一些简单的简洁啊 像这些也是大家不用质疑的 它的配置在这里 但是它任然也不卡的 也可以装双系统 兄弟们 这些在播放的时候一点也不卡对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暂时的介绍到这里 关于苹果笔记本的话 我们这边有很多啊 我们一进过来看一下 这边都是13.3寸的15.4寸的 如果入门版做设计的话 我个人推荐就是15.4寸的啊 适合的对比16款17款都要好 当然18款的话它可能比不过 因为18款的10.3寸 它也是采用4盒 兄弟们知道吗 相信大家刚刚看完视频 对于这两款苹果笔记本 是不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虽然年份相差4年 但是它的性能差距也很明显 所以说呢 选苹果笔记本的话 不是选择年份越新的越好 你要了解你选择合适你的才好 当然如果你只拿来简单的办公室用的话 我刚刚说的视频里面介绍那1000左右的苹果笔记本 其实呢 也是满足大家一般场合下使用的 好了 本期视频如果对你选购 做设计苹果笔记本 有认识有帮助的话 顺便帮我点个赞 你的生活很刹那